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四名鐘加三名鐘 好 來 買入價格呢 是買在1.5萬 那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要請見 這樣 1萬5 才1萬5而已 為什麼 因為這一件東西 我覺得是上海他們做的那種 就是復古的啦 復古的那種 因為老上海嘛 就是你有十里洋場 他們本來就 就是有那樣子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他並不會很老 所以他是一個仿古鐘就對了 仿古鐘啦 因為從他的那個女蛙石 因為其實女蛙石的發現 其實也就是這十幾年的事情 然後再加上 我們看他的這個畫髮廊 其實這個畫髮廊的部分 非常的新 就是等於就是新繪上去的 然後再加上 剛才慶雪有觀察到 他裡面的那個鐘的這些 就是螺絲還有結構 所以他都不老啊 所以他並不是那種十九世紀 就是一兩百年前的 他不是 對 所以他是防骨的啦 不過還不錯 就是他還可以走還可以動 我覺得這個如果1萬5的話 應該很多人會想要買到家裡 不要管他是不是古董啦 所以單純就 以欣賞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其實還滿典雅的 就是好玩啦 對啊 其實現在在中國大陸 已經開始有在就是拍賣這一類的 這種西洋中了 對 可是假設你今天要能夠上拍場 去拍的這種西洋中 大概需要有幾個要素 第一個 它不能太新啦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 大概都是十九世紀的 大概都已經是一百多年前的這個鐘 第二個 它的工藝一定要很好 一定要很華麗 因為才有那樣的價值 因為這種東西 在歐洲基本上來講也算 這樣才不夠華麗嗎 這個不夠華麗啦 我所謂的華麗 比方說是像這個是 也是現在在中國的拍場 他們有在拍的十九世紀的 法國的那個法郎 法郎的這種三套件四名鐘 因為這種四名鐘其實 你假設是單件這樣子一件 現在在大陸的拍場 它大概是估十萬人民幣 大概十萬人民幣 那可是假設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個鐘之外 另外還有這兩個配飾 這三件套件的話 它大概就會估二十到三十萬人民幣 那你會看到它的這個工藝 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你那個看起來更複雜 更藝術 對啊 因為它很講究嘛 你看它金色的部分 它就是銅硫金嘛 銅硫金 那你看到的這些 就是藍色的部分 它很有可能是同胎畫髮廊 或者就直接做 就所謂錦泰藍 同胎掐絲髮廊 對啊 那都是 就是這樣子的這種工藝性 非常講究 非常華麗的 那現在是可以上拍場的 那像這種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仿古的一個算是工藝品 好 這個古董的話 也許我們的邱先生的話 可能這個收藏 可能還需要加把勁 但是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兩件這個珠寶 這應該就是你拿手的 聽說應該你們爸爸 開過銀樓嗎 對 爸爸做過的金馬 做過的金馬 對 銀樓常做金馬 應該那時候 應該比較多幾個對不對 沒有 那時候幾個很少 幾個很少 那時候都用副家做 真的 那時候爸爸怎麼會看 那時候早了 爸爸那時候怎麼會看 他不會要他做金馬加工的 打金的 打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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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稍微要 今天不會要做 那時候他會做很少 你這是在台北嗎 這是福州 福州喔 福州 福州應該不是製造的地方吧 福州公很厲害 福州公很厲害 對 福州公在大陸是非常非常有名 很前衛 那不是說揚州公嗎 不一樣 這兩個地方 因為福州它是刻那個田皇啊 刻瘦山石的 對 那邊是瘦山石的 有名的 秋山 你這款 我估計你這個是一件老貨 最起碼25年前 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的這個打磨的方法 他比較...比較薄一次 比較薄 對這邊看 這地鏡才比較薄一次 所以這種打磨方法 大概在25年以上 打磨成 對 是那年代的這個... 那時候你在福州 福州購的購多少 好像... 沒貴啦 差不多... 三千塊 差不多 三千塊啦 好 你現在購呢 我... 五千塊 好 他購的價格是購五千 這個是冰種的一個原著 它這上面這邊有一個地方 是有灰調 對 這個地方 然後我剛剛一直仔細看 它是不是感覺起來 到底是顏色還是說它有斷 這個地方 那邊是不是有一個時賣 對 有一些時賣 我們現在斷個價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好 這一個冰種的一個原著呢 買入價格呢 是買在三千塊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三萬八 不錯耶 恭喜 謝謝 這個是真的耶 真的 真的沒有問題 很簡單 我們說一部很簡單 我們大家都會來聽 不過我們還可以聽一下 我們要聽一下 這個到底是A貨的聲音 還是B貨的聲音 大家來聽聽看 拿一個瑪瑙來敲 打得 沒有啦 鏘鏘鏘啦 有打得 那是圍音無段 對 一般的不是說 你頂上不是說這樣 這樣 喂...不要鬧... 聽起來那個聲音的話 我覺得你剛剛那個古董中的聲音 還比較像真的音樂 我才感謝這個聲音 因為我的副業就是聲樂 我說這個什麼問題是什麼 一是音頻 頻率要高 代表它是A貨 第二 它如果捷徑很致密 它的那個擠拍會很長 剛才清雲在講的那個 叫做音長 音長兩拍或三拍 它這個音長 它只有一拍半而已 就沒了 沒了 沒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水頭有 但是結晶 結晶是屬於什麼結晶呢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粗的結晶 裡面有很多油的白灰在 為什麼剛才它輕 因為它沒有裂 它有裂的時候 它的音頻就會往下降 好 來 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呢 這一個 來 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可以... 我們用同樣的方式 敲敲看好不好 這個可以嗎 這個可以這樣... 沒有用 這沒有用 這個可以用一個方法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整包的時候 它碰撞在一起的聲音 大致可以聽得出來 那為什麼說聽不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桌子的形式 因為它是圓的 一敲以後 它會產生共振 那它是成塊狀 一小片的塊狀 所以敲起來以後 它不會產生共振 所以不會有那個聲音 好 來 我們仔細看一下 這個豆莢 這個豆莢很肥厚 來 有沒有看到 然後豆莢的話呢 其實你說這個放幾年了 還有兩三年左右的 兩三年 兩三年而已 對啊 你要多少 沒有距離 你這個不是在福祖買嗎 這個好像不是 台北買 你在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顏色 有另外一個顏色出現啊 好像有一點底下比較暗 我觀眾朋友們應該看得到 對 可能 放光 對 放螢光耶 第一步的放光 你看它底下這邊有放螢光 放光喔 你看螢光耶 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 對 老師怎麼看得到 沒有 這真的 這樣看就看得出來啊 這個放光是要稿 然後裡面通透度要夠 水分有稿 才有看你的放光 它的嘴頭也不錯 然後呢 另外這邊呢 還帶一點點綠絲 然後呢 又好像 不知道這到底有沒有偏紫羅蘭 是不是有一點點帶紫 反正它看起來有一個很... 很少喔 有看到那個螢光出來 是有 來 我想看這個 買三千喔 然後不是在福州吧 不是 在台灣哪裡 福董店 好相互 也是專門賣藝的店 你這間買三千嗎 對 三千 真的 真的 你沒騙喔 你這麼高材 你買三千 你看這個材這麼高耶 材料有讚喔 有時候那個家長為了要讓小孩子放心 30萬買的東西就講三千塊這樣子 對 我... 我說老是人 你老是人 好 來 你自己估呢 他估五千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賓總的一個預墜呢 買入價格呢 是買在三千塊 目前上場參考價是多少 要請見價 一千三 你不是說放光嗎 米貨 現在新的米貨也會放光 這樣喔 這間是米貨 不好意思 米貨會說話 我敢教你看 怎麼看這種東西 好... 觀眾朋友大家要注意喔 現在米貨做的是 真的是很厲害 那像這麼樣的一件... 豆角我們都知道說 這樣的種色是目前最夯的 而且是上漲速度最快的 最能夠獲利的獲刑 但是米貨已經悄然出現 裡面有放光 但是這件是標準的米貨 那怎麼看 很簡單 我們用放大鏡看它表面 看它結構就知道了 那麼它表面有灰以外 那我們還是必須要 用科學器來看一下 我們用那個紅外線來照照看 我們看到這個紅外線喔 其實我們看到上面這個是 我們來賓的那個... 的那個玉墜喔 那底下是我們跟A貨的 翡翠座比較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地方 兩千八左右花束子的地方 你看是不是凹下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再看下一張肉 說我們把它跟那個B貨來比較 是不是一樣 是一樣的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A貨跟B貨的 那個吸收官服 是非常非常明顯的不同的 所以從這樣就可以 很清楚地判斷出來 這個是一件B貨的翡翠 來 邱先生OK啦 謝謝 沒關係 你今天來的話 其實應該沒有算是賠錢的 因為你最起碼靠著這個原著 這個原著的話 其實有讓它賺回來 沒關係 看得到多少 好 來 今天非常感謝邱先生 然後謝謝妳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特別歡迎 來自台中的林淑雲 李小姐妳好 主持人好 來 這裡佩儀好 好 那個李小姐呢 第二次來參加我們節目 上回來參加我們節目的時候呢 隱隱約約透露一下 她跟她老公呢 每一個人興趣不太一樣 老公喜歡收藏一些古董 然後妳喜歡收藏一些珠寶嘛 對不對 就手鐲啦 手鐲 對 老公買的那個古董比較多還是... 老公買的比較多啦 我沒有買很多手鐲 老公買的比較多喔 對啊 老公買多的情況 有可能像邱先生這樣 沒關係 因為他買的價錢 就是宜親養性 而且呢 那個80幾歲 看起來都很像是50幾歲這樣子 很厲害 所以我們今天呢 除了那個老公的這個古董之外 還有您自己收藏的一些玉石 我們首先呢 先來看一下老公所收藏的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啊 他說去買的時候 老闆是給他介紹說那個是 這是英國製的銅流金 銅流金的那種爐 薄胎的 所以很輕 妳那時候去的時候妳有那個嗎 我沒有去啊 妳沒有去喔 對啊 他拿這個回來的時候妳看了以後呢 妳自己怎麼說 我就說這怎麼那麼醜 我就覺得沒有很漂亮 但是他說買價還OK啦 沒有說很貴 我給各位看一下喔 因為他的那個形狀 已經明明冒冒了 是沒有很漂亮啦 然後有一些好像 有一些地方好像被擠壓到的 那種感覺 然後他真的很輕喔 你看 非常非常的輕 但是他講流金 流金是這一塊 就他上面其實是有流金 然後呢 有退掉的那個痕跡 應該是 那老公是在哪邊買啊 在那個浴室廠買的 什麼浴室廠 台中浴室廠 你看他都已經被這樣子 他底下有那個耶 他底下有寫 Made in England 他才買的 這邊 所以他認為說他這個可能是從 他說 英格蘭那邊來的 對 會不會是英國 他做那種外銷品的東西 他是到底幹嘛用的 這個是做什麼用的不曉得啦 他只是買回來 他覺得沒有很貴 然後又寫不像一般的乳 是寫什麼宣德乳 還是什麼大名 這都已經英格蘭了 為什麼會買宣德乳 不是 他會買 這個就是因為寫Made in England 他才買的 他真的很薄 我能不能把它敲 可以... 他說用那個... 你看 聽一下他的聲音 磁鐵吸 不會吸住耶 不會吸住喔 不會 那就是鋪圓啊 可口可樂那個你知道嗎 也有可能 可口可樂那個也吸不住啊 你看他的聲音 我再做一個動作喔 我再做一個動作喔 好 他居然可以旋轉喔 這是做什麼 這樣子喔 這如果在藏傳佛教 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鑽金輪 對 他這個可以轉耶 這樣子喔 我在想說 你這個是不是還有缺一個蓋子 我不曉得 因為這樣子跟他 才兜得起來 我一直想要把他拔起來 你覺得他買 他買了這個東西回來 我不會去說 特別給他拿起來什麼樣子 這到底幹嘛用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很特別耶 我覺得這應該去好好研究一下 是幹嘛用的 他居然可以這樣子轉 你應該上點油 他搞不好可以轉一圈這樣 我覺得他還是香爐耶 香爐嗎 我覺得還是他是薰香爐 薰香爐是不是 好 買的價錢不貴啦 我講的是買3000塊錢 聽這聲音我覺得不會是銅吧 不會是銅 真的像是我講的那個鋁嗎 對 我覺得很像鋁鍋的聲音 鍋子 鍋也不會做到那麼薄 真的啊 木頭的聲音 他那個腳也很有趣 他的腳是一隻瘦的腳 瘦腳 滿可愛的 好 來 那個林小姐 你自己估呢 我是估3000啦 我本來是寫3000啦 你少來 真的 因為是寫5000啦 沒差啊 沒差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老公 老公會不會看到這邊的時候 已經氣到把... 不會啦 把電視轉掉了 他說我正常的這個東西 被你們這樣一直說 好 來 我們評估一下 這一個是英國字的一個 注意喔 是博胎 留金 銅爐 目前上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要請建價 1500元 還不錯... 還不錯啊 這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它真的是還滿像 就是那種 我們所謂那種鋁鍋那樣子的 那種那樣子的金屬嘛 然後就在算是壓花嘛 那壓花 然後這種金屬來講的話 就是這種敲出來 就叫做所謂的垂疊出來的嘛 對啊 可是因為我覺得它 就是整個工藝實在是太粗糙了啦 對啊 然後你看它的整個 銜接的這個地方 而且它是兩... 它還不是一片喔 它是兩片喔 這邊一個銜接點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銜接點 你看 這裡 有沒有 因為我在想說這種東西 假設你不印個什麼 特別一點的東西 大概也不會有人買 所以它印個Made in England 然後OK 就有人買了 可是我覺得它這一件東西 其實就用圖上來講 我覺得它可能還是偏香爐類的啦 因為其實像這樣子的形式 假設上面再有一個像小山一樣 這樣子上去的東西 那個在漢代叫做博山爐 對 叫做博山爐 那巷子的形式來講的話 其實跟中國的一些銅爐 其實也是滿相近的啦 只是講到這個銅爐 我覺得有一個觀念滿重要的 就是假設你真的要買銅爐的話 你還是要買後胎的 這種垂疊薄胎的其實 收藏的那個價值其實不高 那你看像我們就是常常在拍場上面 看到的各類這些銅爐 他們每一個都是 這個可能是胞胎的 那其他的都是後胎的 那個手頭是非常沉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一個氣型 它的這個氣型拉的這個線條 那當然就是我們最常講的 就是那個皮殼 皮殼一定要非常的 要非常的算是油潤 然後顏色要非常的美 那這樣子才是比較值得 收藏的一個銅爐 那像以這件來講的話 你看就是已經整個都已經變形歪掉了 而且也毫無皮可可言嘛 這就是一般的工藝品 好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這個東西基本上 就沒有文化上面的差異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望遠鏡 這叫望遠鏡 你看以前望遠鏡 居然那麼大一個 這麼重 這應該很重 這全部都是全皮的喔 全皮的 這全皮的 還滿重的 好 我打開來給各位觀眾朋友 看一下 這在台灣買的嘛 對 在台灣買的 不錯耶 對 質地還不錯 好漂亮喔 整隻是銅的 來... 然後它外面是皮的 不是 我還沒有看到裡面的銅 我看到的是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皮 這是蛇皮還是鱷魚皮 是什麼皮 不曉得 只是知道那個是真皮而已 哪一種動物的皮 我不曉得 那應該是把蛇皮 蛇皮喔 你知道它有那個... 它有那個... 那個剛剛佩玉講的 皮的那個包漿皮殼 對啊 的那個層味在 你看它有那個味道在 上面有沒有寫任何的那個啊 有 這裡 這還能夠看嗎 可以看 很清楚 又可以望很遠 佩玉連這麼近看都那麼的美啊 這個... 這也可以拉出來 這可以拉出來啊 然後這個... 這是幹嘛用的啊 這是... 軍人用的還是人家看鳥用的 我不曉得耶 然後這裡有殼字 它兩邊是伸縮的喔 它頭跟後面這邊的話可以伸縮 然後你說哪裡有... 我先生說這個拿出來是 如果下雪的時候 還是怎麼可以遮住 遮那個...遮光啊 好清楚喔 看到我的黑斑嗎 好清楚 我覺得你應該要去處理一下 是不是 看得到皺紋嗎 真的很清楚 好 來 我們看到這一個呢 是雙筒的這個... 雙筒的一個望遠鏡 那一般有一些人 會看到那種單筒的 單筒就是類似天文在用的 對不對 天文或航海 天文望遠鏡 那可以看得更遠 但是一般的話 譬如說軍人 或者是那個愛鳥人士 他們在外面戶外的時候 觀賞鳥的時候 通常都會用到這種 雙筒的一個望遠鏡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這個雙筒的望遠鏡的話 其實大部分會區分兩塊 一個是叫做 茄莉略式的一個雙筒鏡 那這個... 另外還有一個是這個 普羅臨鏡的一個雙筒鏡 這個是用那個... 這個臨鏡的方式 讓它反射出來的成像 那另外這個茄莉略的話 它就是用那個 突凹的方式 就是兩片鏡片 一個凹透鏡 一個突凹鏡 然後讓它去看這個遠方 那這是兩種不一樣的一個 雙筒的一個望遠鏡 那另外呢 待會兒要請佩宇幫我們看一下 這到底是屬於哪一種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在那個望遠鏡上面的話 也許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符號 那這些符號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那早期的時候呢 有一些人會收藏到的 可能會是 比如說美軍的 或者是德軍的那種望遠鏡 然後上面都會寫一個就是倍率 再加上它那個物鏡的一個口鏡 物鏡指的是前面這一塊 上面 前面這一塊 靠近自己眼睛的這一塊是目鏡 這邊是目鏡 然後這邊是目鏡 大的這邊是目鏡 所以目鏡的它的一個口鏡的話 代表這一個... 這個望遠鏡的它的一個尺寸 然後上面的話會有一些 這個標示在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到底是多大的一個望遠鏡 然後它的倍數 它的倍數到底倍率的話 到底是多少 這個上面的話 你們有沒有仔細看過 它有沒有這些數字 或者是... 有沒有這樣子寫 有沒有文字 你剛剛都會看到這個Made in England 文字只有這兩個W 對 只有那兩個 哪裡啊 這裡 這邊有耶 對 來 這邊 只有那兩個而已 可是我覺得這是持有人的縮寫耶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的話是... 這個是...這個是純皮的吧 純皮的 上面也沒有刻任何的字 什麼字樣都沒有嘛 好 來 妳自己評估呢 就買價 五千塊啦 對啊 不要賠錢 OK 來 佩宇可以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望遠鏡呢 買入價格是買五千塊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